好消息好消息 范尼凯克说不定真的回来了 充现的时候 重现了当年的轻松状态 市井赛夺牌希望又大了不少 今日凌晨2023年钻石联赛 奥斯路战如期举行 大伤归来的范尼凯克 也在一次站上钻石联赛的赛场 他近几年的状态有多差 大家十分清楚 结果今年却意外的好 有了那么一丝 孟茴2016年的感觉 尤其是这一场奥斯路战的400米比赛 最后时刻的表现 真的让小扒觉得恍惚 好像他真的恢复了一样 那咱们还是老规矩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一下 本场比赛的比赛视频吧 华尼凯克 想必看到这里的朋友就明白 我为什么会在开头那么说了吧 冲线的时候虽然步伐有些极限 但最后几步却十分放松 44秒38 这个夺冠的成绩 按道理来说确实没有那么的好 但大家要明白一点 这可是范尼凯克 经历了那么多的伤病后 按道理来说 不应该这么轻松 也不应该这么容易 这个成绩放在其他人身上的话 完全不起眼 但放在范尼凯克身上就截然 不同了 真有那么一丝味道 再联想到本赛季开赛以来 范尼凯克的种种表现 说不定还真就能在世锦赛 重新证明自己拿下一枚奖牌 因为从国际田连官网的数据来看 目前范尼凯克排在本赛季的第二名 所以世锦赛拿牌还是有可能的事情 但是吧 常看小扒视频的观众都知道 我不只会说好的一面 也会说坏的一面 而范尼凯克身上坏的一面问题 就有点大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撑过大赛的 多枪制的赛制 他的体力按道理来说 是他最难攻克的问题 因为本赛季 他所有好成绩的比赛 都是一枪制创造的 而大赛每场比赛之间的 间隔时间又短体力恢复 就成了最大问题 所以也有理由怀疑 范尼凯克这样的成绩 是常说的回光反照 就好像去年的布雷克 跑出9秒85一样 我知道这么说 会有很多朋友不满 但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 所以我想大家最好 对范尼凯克的期望不要太高 进个世锦赛决赛就好了 至于能不能获得奖牌的事情 先放一放 毕竟一个大伤后 还能站上赛场 且跑出这样成绩的人 就已经足够强悍了